国立台湾美术馆 与倪在庆教授逝世周年之际 举办纪念回顾展 肯定他对台湾艺术的贡献 文化部长洪孟奇也出席纪念展 并细数当年与倪在庆相处的点滴 必须说是在庆兄的一个回顾展 刀铺我们可以看着台湾整个艺术 尤其是批判性的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艺术 发展着一条我们叫一个脉络 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如果用心地看 那么市场就看了很多 它是非常幽默非常风趣的 可是这个枯术里头 确实隐藏着非常严肃的 那么一个题材在里头 倪在庆不仅在艺术领域充满人文气息 但同时也暗藏批判性 备受各界瞩目 倪老师很可惜 他这一辈子为肝病所苦 可是呢 他在艺术上的创作 是越做越勇 并没有因为他生病而被击倒 他的一些灵业 然后就是还做了一些 很多很惊讶之举 包括他画画 不只是画画 还搞行动的艺术 还挑战我们媒体 还办报纸 那时候我都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哪一类的画一样 本次展览也承接倪在庆的风格 分成批判凤语的倪式怪谈 顽古灌精的倪加笔墨 游戏神通的倪式美学 和回首来时的倪杯步履四大主题 欢迎大家踊跃参观 文化部媒体公文组台北报导